皇上驾到 无防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好好 各位爱情起身 这样的 丑慧哥 你在这儿装什么皇上呢 我看你上房都费劲吧 你看你 作为一颗蛋总要是有梦想的 万一呢 白果圈 你是谁 看看恶底皮肤 瞧瞧恶底妻师 看出来了 也瞧出来了 这不是机简大佬的蛋搭子 总是机简大嫂吗 大嫂这什么分把你吹过来了 饿死来相逸寻求绑朱迪 哎呦 你俩的蛋毕多得花不完 还能找我办啥事啊 这四儿舍来做礼仆 最近掌援稀痛伤先了吗 让原本盘踞在单载道里单番子呢 凯茨思出流川左安 结果恶底单大字 三字记甲元 都被单番子给爪揍了 举舍被卖金了浪浪闪 一块绑了揪揪他 什么啊 这蛋番子也太成狂了吧 兄弟们觉得辉哥帮不帮这个忙 感觉要帮的扣一 不帮的扣二 这大嫂都出面了 恐怕没人敢扣二吧 哎可是大嫂 我毕竟也是一颗小有名气的蛋 这大灰狼形象深入担心 要是冒然前往浪浪山 肯定是要被发现的呀 能用单逼解决的问题 内奏补私问题 来散浅单逼逆手号 蛋逼到账 三千元 好家伙 大嫂是真货处 说给是真给呀 有了这蛋逼 那不是就能抽到最新的 中国汽坛自选盲盒的吗 只要我抽到小猪腰 那闯进浪浪山 肯定是不会被发现的 好了兄弟们 话不多说 直接开抽 就我招物器 随便几下肯定就出了呀 对我说啊 不带这么逗我玩的吧 非要让我吸一下 屏幕前兄弟们的O气 那行 那我直接吸走你们18年O气 给我出 哎呀我去 真出了呀 感谢兄弟们O气支持 整体臭 这小猪腰实在是太臭了 哎大嫂真你不懂了吧 买皮肤讲究的是 好看的不埋 除非非常好看 难看的不埋 除非特别难看 你看这小猪腰 那是瞅出了境界 瞅出了高度呀 这什么 好了好了 我给月也抽到了小猪腰 这样两头丑猪去救鸡甲大佬 那必须成功 这边没毛病的兄弟们 直接点赞走起 瞅好吧 我说慧哥 拉拉山这么大 咱两个丑猪怎么着呀 简单 咱俩都变成小猪腰了 直接进山 投奔山大王 一边打工 一边寻找鸡甲大佬 前面就快到大王的山洞了 先把活干好 来来来 一人拿一个造主扫地 哎 慧哥 山大王说 唐嫂是头羊路过 他们准备去唐嫂肉呢 哎我去 看来他们是不知道 那个孙猴子的厉害 纪远还想让咱们去竹林造舰 要不是看在三千弹币 不是 要不是看在我和 机甲大佬交情这么好的份上 我才不管呢 赶紧嘛慧哥 咱们只有把剑葬好 才有机会打听更多的线索呀 那还不好说 看见前面的羽毛没 简直配上羽毛 才能飞得又直又远 看看这只剑漂亮吧 好 让我赶紧把剑送给大王 我去怎么断了 好家伙 上级怕我抢弓 竟然给我折断了 行啊 你等着啊 孙悟空是我大哥 吃早来收拾你们 看见这三头猪美 中间最丑 所以就用它来刷锅 这什么玩意啊 没什么没什么 刷好锅才好烧水嘛 快走慧哥 大王咱们下山去 巧夫家去柴话 哎不是 居然把偷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啊 这山大王太不是个东西了 终于是到了 开门开门 拜托月儿 咱们现在是妖怪 人家肯定不给咱开门 所以说偷偷的进去 哎你看 这不就上来了呀 走柴话就在下面呢 咱们赶紧拿上 杀 呀哈 我说咱们怎么没见到 这家大佬 原来是被蛋饭子藏这儿了 月儿快动手 解救大佬 走走走大佬 咱们赶紧离开浪浪山 咱们快往山下跑 据说唐僧师徒要来了 太好了 只要孙悟空出马 咱们就有救了 冲啊 不好了 惠哥 狼大人追过来了 什么 那还不赶紧跑 只要咱们不失误 就能安全地活下去 我说月儿和大佬 你俩人呢 唐僧师徒来了 有送风在 这狼大人肯定是不敢动 我来 哎呦我真惊险呀 好在唐僧师徒来了几时 咱们成功获救 这浪浪山可算是离开了 哇